2、1 由官府BC長丹丁夢 跟保理町長就意向共同民情以後 1700位來自全新國地自行車好手錄上出發 南道館一年一度自行車勝負 丹車成年類挑戰全國公路上關店母娘 起因了很多喜愛自行車運動民眾參加 其中年紀最輕的14歲 最多月每到66歲 當作來向自己的體力挑戰 也是跟自己的體力挑戰吧 武嶺這條線有騎過嗎 有騎過一次 我覺得這個路線要比起來的話 武嶺算是困難度最高的 66歲 66歲 這條線沒問題嗎 應該沒有問題 騎過嗎 騎過好多次了 對自己的體力非常有興趣 平均差不多4個半小時 就到達了 加油 達到天才剛才的微蜜蜜蜜 在早上涼爽的去後背伴 參加民眾人真騎到自行車 向母娘前進 這條自行車勝負 也當時起陰很多虛艾涼的人數 在路邊獎補你的美蜜蜜蜜蜜 也順便為自行車技術來加油 今天是自行車的大賽 我是來共襄勝局 然後我還可以在技術上提升 就是要練習追焦 因為我要拍運動系列 沒拍過的話我還有一整群 現在可以有福利之美 由國度六號較愛提供道路出發 應對保母公路公母娘 全當中近60公里 海外有400公里 升到3200公里 不單是一條高南道的路線 竟有非常優美的收入風景 對自行車技術來說 是挑戰 也是欣賞南道指美的最好機會 那今天有1700位的選手來參加 要從埔里這裡標高400公尺 一直要騎到五嶺 3275公尺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尤其是埔里這個地方 空氣、水質都很好 所以能夠來這裡騎自行車 是一大享受 埔里鎮是一個最適合騎單車的地方 沿途可以說是風景非常的秀麗 而且挑戰性在國內來講的話 算是非常高的一條路線 我們都歡迎大家平常到埔里 到南投線來做遊玩 這次比賽分做全英組和市民組 全英組曉以比賽組 首先來到母嶺中間的選手 只用到不到3點前的時間 可以得到1萬塊獎金到獎盃 市民組是曉以體驗型 讓參加的民眾 真正體驗南投關的自行車運動去陰裡 繼續歐朝聖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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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